嗨 大家好 我是萍萍 其实我在家里有一些 蛮喜欢使用的一些居家用的东西啊 然后还有一些小电器什么的 可是我发现我好像都没有很认真的 跟各位介绍过 就好比说现在先讲第一个好了 就是体积最大 这个东西是投影机 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有去中胎值的一个家 各位留言最多说 屋主的品味很好的那一个家 他们家没有电视 那主要就是都是用这一台 去他们家完了之后 然后我不是去住了一个晚上吗 然后试用他的一个晚上之后 我就整个爱上 那时候买的时候还有送那个 他专属的行动点员 所以说假设如果出门的话 比如说我去录影好了 这个就很赞 可以放在下面的那个行动点员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直接线插在这个行动点上 很棒 他有一个很棒的特点是 他的这个遥控器上直接有Netflix 还有Disney Plus 然后还有网页 所以我很常用他来来看YouTube 或者是看Netflix 说到声音 就是我原本买他的时候 都心里想说假设如果我是买那个投影机的话 应该是会要自己再连一个自己的蓝牙音响 结果后来我发现 他的扬声器 他的speaker 音效超好的 完全就不用再连音响了 他自己的那个音响就已经很棒 就我来附上一些片段 就是晚上的时候我可能会看一些Black Pink啊 之前我发动态的时候有人回复过我说 哦他怎么可以这么清晰 对 他超级清楚 而且再加上我有时候自己在家看的时候 我就不一定会关到全案 就是有时候我还是要做一些事情或什么的 我就会开一点点灯 他即使有开灯他还是很清楚 我觉得这个很推荐 就是像我一样家里没有电视的人 然后你只要有一道白墙 你有这个支持什么都可以看 超级方便 然后每一个来我家的朋友也就是用了他就觉得 哇这很棒就大家都很想购入这样 所以真的真心推荐给各位 刚刚在拍那个投影机的那个补画面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有一个优点忘记说到 我平常都会放在这里 我打在衣柜上 我的衣柜放在那里 他超级斜 在这么斜的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自动矫正 直接可以自动auto侦测他的斜度 然后他就会让他是影像是正的 他的焦距也会自动对焦 我记得以前啊 小时候的印象就是 如果学校的那种投影机 你不是都要在正前方吗 然后投出去才刚刚好了 然后吸一点点他就歪掉或什么 变提醒了 变提醒四方形什么的 然后或者互补的 这不会耶 现在的人的智慧怎么那么厉害 接下来下一个是这个 You like的出帽仪 其实我自己雷射除帽过 脖子以下全部都雷射除帽 可是因为我每一个部位跟每一个区块的 雷射时间不一样 然后次数也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小毛会长 尤其是像大腿或者是手的萌一些地方 还是会有些细毛 然后再加上其实你去买医美的疗程啊 第一个你没有办法那么准时的回去 因为可能因为很忙或什么 所以他就是在毛发生长周期 你没有办法频率相当的话 效果会有点打折 然后第二个是像我 是一个 小型技术就多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从小到大的毛 我身上的毛都很多 像我的头发看起来发量很少 但每一次去给发型师弄头发 所以他都说我头发的发量巨多 只是因为很细 所以看起来很少很贴 你看我的眉毛跟睫毛 大概就知道我是一个发量很多的人 高中吧 还是大一的时候 去雷射腋下的毛 我可以讲这么多吗 那个年代的课程可能是比如说七堂课 然后我就先雷射七堂课之后 发现我还是会长 我原本的腋毛是多到就是 好像学生时期如果没有处理它的话 它是那种会直接从这里跑出来的 很像男生这样 先做了七堂课 还是会长 然后我再买一个七堂课 还是会长 我最后好像是买了三个回合的七堂课程 所以我雷射了21次 我的腋下才真的没有毛 所以其实我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毛 其实就没有去到这么多次 所以我的细毛还是会长 后来我就是用了这个 You like的除毛衣 当你有一些细毛的时候 觉得很推荐这个居家型的那个除毛衣 自己在家做雷射的意思 然后它很棒 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有点吓到 想说它插电就雷射 它这里会降温 它这里会降到一个很冰冰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 哦很舒服耶 因为就也有舒缓 然后它也不像 你真的去做出毛的 那么刺激那么痛 但也有可能我现在毛比较细啊 所以没什么痛感 不过它就是比较轻量型 但轻量型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就是比较常使用的话 也比较没有那么多问题 因为它就是 比较轻量型嘛 但是还是有效哦 它就是 针对有时候 身上会有比较细的毛嘛 尤其像我这边 也是会有一些比较细的毛 是之前雷射 还是没有雷射到 然后你就可以 针对一些 你自己知道的一些细节 然后下去做出毛 而且它就是持续使用 大概三四周 就是你会有一个 蛮强烈的感觉 觉得自己的毛变细 再加上 毛囊把它弄得 比较干净之后 你皮肤会变白 这就是一定的嘛 因为你整个毛囊 就是黑色素也去掉 然后你皮肤会变白 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推荐 而且它全身都可以使用 它操作上很简单 它只有一个键 然后这个长按就是开机 然后短按就是直接雷射 这样子 所以你开机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做雷射 它的原理 其实就是用一些 光跟热的方式 让那个毛囊 自然脱落 就是跟其实 我们如果是做 医美疗程 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状态 然后只是 它们的机器可能比较大型 跟你一定要去到那边 所以其实 如果能在居家做出门的话 我觉得这个超级棒 你又不用出门 也不用花车钱 然后还可以省时间 我觉得这超棒的 然后你还可以在家 就是看电视的时候 变雷射 不然雷射的时候 你要记得戴护目镜 它有护目镜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 自己戴自己的墨镜那种 其实也是可以的 然后它这个 其实有一个 蓝宝石的冰点技术 就是它的这个头上 也会有那个 我刚说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可以降温你的皮肤 一周大概用了两三次 然后你如果更常使用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 然后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是 很多时候 第一美雷射过的这些毛啊 会有一些很细的 小细毛跟小毛那样 真的很难去处 然后那个的话 就是你要靠频率 可是你如果频率要去很多次 也很麻烦 然后加上买疗程也是需要钱 其实如果你有买一台这个的话 你是可以无限使用嘛 那你当你无限使用的时候 你就不用怕说成本很高 然后如果有那种很细的毛 就是疯狂的一直在蕾射它蕾射它 它真的会变不见耶 最难的不是一开始 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 哦很有感 就是觉得哦怎么变这么多 最难的其实是最后结尾 只剩下细毛的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让它去除 就是去除那些最后的小黑点 其实这个就是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用的超棒 然后现在呢 如果是使用我的折扣码 在这边 使用我的折扣码可以再折台币300块哦 然后除了可以折300块之外 标注我的名字 还可以再获得一台充牙器 哦充牙器超赞 就是充牙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就是嗯 因为我现在先用牙线再用电脑牙刷 但其实我后来发现 这样还不够哎 再用充牙器 居然还可以充出东西 哇不可思议 表示我疏口疏口不大力 连结我附在这边 也可以在资讯台下面看到哟 这个 我上一次因为被扣码烧到 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是用GHD GHD的好处是 它夹完头发的那个 头发的光泽度很棒 然后再加上它的顺热 因为它只要7秒钟 加热不到10秒钟它就会好了嘛 GHD的那个外面非常的圆 尽管它是离子架 它也是可以夹卷这样子 但是上次就是被Core收到 因为它帮我装法 然后用了这一支之后 我吓到我头发漂过嘛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漂到不行 漂到头发都已经死掉了 所以它变得很脆弱 可是漂过的头发 有一个要避免的是电棒尽量不要超过150度 可是因为GHD就已经超过了嘛 它不知道160还是180度 它是很温的 可是对我现在头发来说 温度太高了 即使我已经染黑了 可是它还是一样是漂过死掉的蛋白质 这一支吓到 因为就是Core幫我用完之后 我发现它夹完跟GHD一样有一个光泽度 更好的是即使重复夹 二次到三次 头发还是软的 如果假设你是健康发的人 你没有漂过 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受损的人 其实用它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感受 可是因为我头发已经被漂到死掉了 所以很干很柴 可是我用了它之后就觉得 超级有感 整个变柔顺了 就觉得说 哇怎么这么厉害 再加上它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特点 它可以调温度 然后它这边调的温度 从40度开始 80 100 120 140 160 180 所以它有各种的温度可以调 然后我通常现在我的发 我都用120和140下去加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 我每天都会夹刘海嘛 刘海如果你夹两次以上 它会变得很毛 你在上造型评的时候 还是会很明显 然后抓起来就是不好看 就是我就想说那我试验看 我夹三次了 头发还是顺的耶 就要重复夹 它不会有头发干柴的感觉 失误率比较低 因为即使我每天都在说要事发的人 我偶尔还是会失败 可是用了它之后 我好像还没有失败过 可是它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它加热时间很长 它没有办法像GHD一样那么短 可能超过一分钟吧 我也忘记了 反正就是蛮长时间 第二个是它这里方方的 它没有办法像GHD那么圆 所以它这边夹那个头发的弧度的时候 没有办法很卷很自然 你要自己去抓那个手感 要练习比较多次才能夹卷 但如果你只是夹肢或夹一个弧度的话 就还好 就无所谓 第三个缺点是 你们其实这样看 它没有办法很密合 它最密合的在前端 所以假设如果我是夹 刘海这么少的头发的时候 我就要用前面前端夹刘海 但是我后来跟Korey在猜 它做一个渐层 最前面最密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有点空隙 没有办法夹到很密 有可能是故意的 因为第一个是 头发本来 如果你离指甲夹太紧 尤其是漂发的人 那是很伤的 因为之前发型师有跟我说 我头发已经漂到 都已经很不健康了 如果我用离指甲 不要夹太紧 因为夹太紧的话 它真的会很受损 这里可能就是给你夹 大把头发的那个弧度的 非常推荐给漂过头发的人啦 之前我有推荐这一个 Dipty的碳木箱的室内喷雾 这个我超级喜欢 那我真的太舒服了 碳木味真的很舒服 但最近我居然开始使用了 这两个东西 现在还有一点不够 扩商 这个是日本品牌 我记得我去日本住那个月 很多玄货店有放这个箱 我记得它在夏北泽 有一间很漂亮的专卖店 如果有去夏北泽的朋友 可以去逛 然后这个呢 是我在Groovy买的 它也是木质调 然后它就是有 我很喜欢的那一个 有咸咸的那种酸梅 化梅的那个味道 但我始终还是不确定 化梅的味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某一种木质调 好像是有两三种香料 凑在一起 就会出现这个化梅味 我好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家里有出现这种木质调 相当沉稳 很舒服的味道 有去东区的时候 记得去Groovy逛逛 这个味道超舒服的 这个现象台 朋友送我的那个生日礼物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 可以插现象的地方 这个现象台 这个品牌 是也是之前去那个 中胎指的那个家的时候 我有提到说 哦我的朋友 杯子盘子 然后碟子 所有 连花器跟竹台 都买这个品牌 他们家品牌的特点是 它这个瓷器啊 有听到清脆声音 然后是全白的 然后上面有一点点雕花 然后有点复古感 有颜色黑色的 烟熏感的雕花 然后它整个品牌的那个 所有的瓷器 它应该是瓷吧 我也不确定 对是瓷器 很轻 因为我的那个视频盘也很轻 然后它这个也很轻 然后它所有的杯盘 碟子 都是轻的 然后上次去 我朋友家就大开眼界嘛 就一次看那么多 就你们可以回方看那支影片 细节都做得很足 最近就是爱上 线香 前几天去逛的 这是Esoc的线香 哦 这个味道也很舒服 也有那个 我说的那个梅子的味道 里面其实已经有附一个 那个啦 可以放线香的 但我觉得这太小了 而且会 它如果你下面 没有一个东西接住的话 啊你不就整个桌子 都是那个线香灰吗 我就不行 就可以直接这样烧它 后来我发现线香的扩香型 更 第一个很快 然后味道也比较重 整个环境状态的那个味道 就是会充满这个味道 在东京买这个嘛 上次那个香氛那集有介绍到 Kidoa 这个日本品牌 它的现象也很可爱 然后这个味道是Hinoki的味道 哦 这个味道也很舒服 也是我会买一点的 接下来 这两个都是很常在遇到私讯的 就是大家会问我相机是买什么吗 Leica的Q2 观望了许久 但一直都是下不了手 就觉得 真的要花这个钱吗 还是我要把这个钱拿去买Chanel的包包呢 然后等到我心态 一直觉得说 好 算了算了 我要买个新内礼物给自己 其实那时候 一刚开始用的时候很慌张 因为我发现他 像我这种完全幼幼般的人 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所以我就带着他去问了我两个很要好的 摄影师朋友 所以就是有大概学了一下 但后来我发现 嗯 其实我用Auto拍的时候 还蛮OK的 然后身边朋友们也有这一台的人 也都蛮常开Auto 这是最安全的方式啊 不过我 还是事情晃而定 如果在室外的时候 我会调一些树枝 但我觉得他很棒的是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用这一台相机拍出来的一些照片 我还附上这些照片 但我觉得这拍完的那个颜色很棒 Leica的暗部是跟别的相机 或者是你手机拍不出来的 就是他的暗部跟他的黑很舒服 然后他的色调是有点像底片的感觉 虽然说他跟底片还是有点差距 可是他的色调很舒服 我还蛮喜欢这个感觉的 算是喜欢也是推荐给大家 只是说你要想一下 因为他有几个缺点 他的焦段不能变 所以他不能放大或缩小 他只能切涂 他里面有一个切涂件 他就是你可以直接切涂 你比较好构图 可是他没有办法伸缩那个远近 要定较近 这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个缺点 是他相当重啊 他很重 再来是他那一件没有闪灯 所以其实他在室内 其实没有那么推荐 除非你是有室内光 可是如果他是在室内 没有什么光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可能要另外再加购或什么的 目前为止用它是这样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它 因为我现在 IG上的那个 你们可以看我的instagram上面的 最近的传达 几乎全部都是用它牌的 只要是平面的传达 几乎都是用它牌的 然后T2 这Contest T2的底片机 我用好久 用了一年半 会买它是因为 BlackPink的 Jenny跟Lisa 都用这一台 然后GD也用这一台 就是T2他们有些人是用T3 然后他们也有人用T2 然后拍出来的感觉我很喜欢 所以就去二手网站上面找 然后多数找就问了几台 然后我就看了状态最好的 我就去面教 诶居然是真的 因为我想说去面教 也是骗人的 整个拍出来的感觉 我蛮喜欢的 只是目前为止 它就是算是我的平安服 我永远都会一直放在包包里面 所以我就说 是不是它是我的平安服 我还是比较喜欢柯达的 底片拍出来的感觉 比较常买柯达 只是说现在的底片真的好贵哦 我就没有办法像以前 乱拍乱按 拍的那么轻 就是现在放在包包里面 偶尔会拿出来拍 这样记录生活使用 我就蛮喜欢它拍出来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它拍出来的感觉 跟那个抛弃式的那个底片 其实差很多耶 就是我喜欢它的感觉 它除了有一个显像的颜色 是只有这一台相机的特点之外 就是其实塑胶的那个抛弃式 它有时候颗粒大到就是 会影响成像 然后它这个的颗粒 我就觉得蛮细腻蛮喜欢的 不过也是取决于 你放什么底片啦 只是我现在最常放的底片 是柯达的Portra系列 然后之前都很常放Portra 400 因为Portra 400 从我2021年刚开始用 那个时候一卷三四百 虾皮上 我都在虾皮上面找 一直到现在整整整长 长到一卷690 我就开始在寻觅一些其他的系列 不过我觉得Portra 160的也不错 它那个发色很好 然后因为有闪灯 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优点 是它可以自拍 它是可以自拍定时的 所以你放在一个圆圆的地方 它是可以自拍定时10秒钟 它的比较大的要注意的地方是 它没有办法拍很近的镜物 它如果19公分以内它会失焦 所以我很少拍镜物啊 因为之前拍过好几次 全不是糊的 然后人也不能太近 就自拍的话也是要拿很远这样 这就是几个特点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好物推荐 其实好像还会有下集耶 但这一集先推荐给你们 以上这些东西 谢谢你们看到这边 喜欢等欢迎分享按赞 然后有什么回馈都可以留言给我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其实你们的留言 我全部都会看 只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全部回复 真的很抱歉 谢谢你们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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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